清明節剛過 應景蔬果盛產出爐 其中以瓜果類最便宜 品質也最好 就像一個超五塊錢 這個瓜一個也是超二十塊左右 這個也不貴 這個一個二十塊左右不貴 葉菜類的部分 由於受到雨季的影響 價格比清明前稍長 不過高麗菜不受影響 像這高麗菜芽 比過年前便宜一半以上 瓜果類量會多一點 可是的話品質也都很棒 品質都很棒 價位也是稍微一點點的 沒有說漲幅很大 小篇幅的 客人是都可以不用擔心 盡量來消費 對不對 蔬菜就是以量自價 量多 當然它會便宜 對不對 也有分等級 所以不用擔心 不用怕 多多吃蔬菜 有益健康 另外在水果的部分 葉者指出當季芭樂 蓮霧 柑橘類 價格最便宜 現在水果的銷售量都很好 像蓮霧 芒果 芭樂 還有橘子 橘子就有五指甘 有冒骨甘 下路都非常好 其中梅子 青芒果也都盛產 吸引了不少顧客挑選 目前高山梅子 今年的品質比往年還好 而且價格也比較便宜 那個青芒果呢 青芒果今年也是一樣 因為沒有雨季 所以 所以青芒果也比較漂亮 價錢也會比較低 另外在肉品的部分 可能受到青芒感及價格稍長的影響 肉類攤商表示 最近生意是平均掉了兩成 現在生意多少會受到影響 可是我們國內的品質一定OK的 業者請消費者不用擔心 肉品絕對安全 品質都一直嚴格把關 可以安心實用 記者蔡小君採訪報導